這系統已經慢慢上路 那現在只是現在對這個華為來說的話 萬一他真的假設這個貿易戰繼續打下去 這個美國對你技術說Android不能用的時候 放心我華為已經準備好 我這個麒麟OS到時候就可以退出了 所以才會說 他其實已經準備好 即使是川普這樣對這樣一個瘋狂的對付他的時候 他也是老神在在沒力氣啊 好不要講說為什麼華為可以在這種風暴裡面 還可以屹立不搖就是 認真變太可怕了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 現在華為裡面工作他的心思 居然比我們的台積電還要來得高 而且他們居然是把大量的經費 繼續投在研發裡面 而現在他們又成立了一個總部 而這個總部 富裏昂華讓人稱呼結舌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華為的總部 真的是非常漂亮 這個這個華為的總部 他約莫是五